i guess that's good 男孩子对于女孩子那种主动就会让女孩子 没有没有办法进下来想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办法更丢了 哈哈哈哈 路路他们也丢了 哈哈啊 看慢一点我也很烦呢 你来看我感觉 真诚常能收获真挚的爱情 很感动的 真的有点感动 还是有这种朋友变贷人的可能吧 我觉得他们的想观点真的是很 但是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 嗯 在友谊的交往中非常的真诚 就是我还是蛮在乎朋友间是不是真诚的在交往 就是他会用心对我 让我体会到一种 被照顾被 关心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真诚 非常的鲜乎 嗯 就是一群普通的男大学生女大学生 然后 然后在相熟的过程中会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张张吧 嗯 嗯张张很漂亮然后也很高冷 然后同时也 嗯 很有那种很吸引人很独特的那种人格魅力 嗯 他更像是一个冰山就需要你去慢慢的融化 可能是嗯小卓吧 因为当时我在第五期的时候 其实我对他其实并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我也明确的拒绝了他 然后我觉得说 呃我不想耗着你的时间 呃我不想说给你一个什么希望啊之类的 所以我就明确的跟他说了 然后当时在第六期的时候 他又给我留言了 也就是跟之前那个问题一样 我看到他震惊的那个表情的话 我觉得 他是很真诚的在 向我表达他的感情 会有一点感动 嗯 其实范范是很会拍照的看了节目之后 然后 因为他没跟我一起嘛 嗯 还有就是 洛洛是后面来的 就是后面来我才知道 洛洛其实拍照也非常好看 然后你说反差很大的话 我觉得 七七在节目中是那种很剧情的一个 男生 然后其实在线下 其实嗯都挺好的 大家都 我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人 然后可能 他要让我产生心肺做什么的话 可能就是要在一个 特定的时间点做出一点 特别让我感动 就是如果 感动的事情 如果我当时真的就是很感动 然后流泪了 我觉得 这样的话 会比较容易让我 呃 打动 然后被感动 然后从而就是可能敞开一些我内心的 那道门吧 这个东西 因为我只谈过一段 然后我也 不确定 但是我会更倾向于一见钟情那种 但是也不排除有这种朋友变烂人的可能吧 我当时那个留言是很感动的说是吧 是真的也能感动 不然我也不会说往前卖那衣服对不对 然后线下听的话依旧还是很感动 嗯但是可能会 我当时也没有特别注意小葛的那个表情吧 然后如果在电视上看的话 呃 可能会觉得 哇 原来他当时的反应是这样 然后觉得有点 很新奇 我其实一直都是这种会 一直推开别人的 然后想试探他都不会 就是会不会过来找我 我现在觉得真的 其实对别人也不太好 因为 毕竟感情一开始认识也没到那个程度 就一直对人家这样也不太好 然后 那方如果怎么做 他就让我感觉到电影 就是在我每一次推开他的时候 又回来找我 然后 对我像 对我 对我像以前那样的 就是像 像以前那样的对我好 我觉得 其实我就会觉得他蛮坚定的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玄学问题吧 我也不知道 我也都没有发现 我没有发现 我真的没有发现 我时候去看节目的时候 别人跟我说我才发现的 其实 参加过 这种练宗 和我想象中的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 节目组安排的很贴心 嗯 给我们 营造出了一种 很浓的这种校园氛围 然后也感觉就是回到了 校园一样 首先 嗯 是 真诚吧 我感觉 真诚才能收获 很真挚的一些 能够互相理解 还有就是能够 互相换位思考 互相尊重对方 嗯 肯定会有挫折的 这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吧 我觉得 嗯 嗯 就大家看到我在节目里的时候 会有 嗯 难过和悲伤的这个心情嘛 不过还好了 我是 我自己学 也有感兴趣心理学嘛 自己也有学嘛 然后 嗯 就也会自我调整 通过一些自我安失的方法 去自我调整 然后 嗯 就也比如说张张兽一些不好不足的地方呢 我会 我会就是快速的去 调整 然后去努力的去改进 就快速的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好 嗯 在考驾的时候需要保持冷静 不要在一些 情绪的时候去讲一些 气话 然后有的时候另一半可能 他需要的是你 嗯 嗯 他不需要你的一个对错 他可能只是需要你吵架的时候 的一个 态度吧 就是作为一男生 我觉得首先 得保持冷静 然后 找一个 合适的时机 去 逗他开心去 找他道歉呀之类的 很开心 大家能够真诚的对待我 然后我也很开心 我也能够真诚的对待大家 嗯 嗯 就是我也希望 在接下来日子里大家都很能够勇敢的去面对 以后的生活然后大家在以后生活都会开开心心的 然后 就这么多 好开心呀 天气好好一样真的好开心 我们今天看到那还有什么活动吗 露营啊 哦对我们今天估计要搭帐篷 哦露营 呼呼我好喜欢露营 我们俩太美了可以在旁边看着吗 今天我们俩都不太方便可能 我们负责搭我们负责搭是吧 负责搭是吧 哎他们要超车了 七七真的很想把车超了 是pico在开还是七七在开 应该是pico 因为七七刚才在跟我发消息 真的吗 嗯 pico在开吗 应该吧 我感觉他甚至想把这个车标起来 他不是开赛车的吗 我开赛车 太酷了 我真的我我平时时候就喜欢开赛车 比较高车这种 赛车是什么样的赛车 你有方程式的吗 对 qjmoto 我觉得这个好哇我 那种那种开车真的是太酷了 开车很酷 我感觉你喜欢那种酷酷的东西 我真的很喜欢开车 qjmoto 我感觉这点还是 我感觉比较像我超喜欢开车 但是你要说吧真的 真的真的让你开 就是一直开开的太多了 我就不想开了 就像我当时从广东开到江苏 你知道多痛苦吗 当时我又困 然后又累 然后旁边坐了一个不会开车的 然后他在那边打呼 我在这边开车 就是 让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觉得开车是真的得有人去讲 讲话你知道吗 自己在开车没有人讲话 真的有痛苦 其实你们遇到过那些主动的人 你们会有压力吗 不会啊 就如果是我不喜欢的 就完全不喜欢的 我就会压力 但如果这是我觉得还行 我就不会有压力 就就顺其三十在一起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时候 男孩子对于女孩子那种主动 就会让女孩子 没有没有办法 静下来想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是的 但是如果男生一点都不主动 女生也会 嗯也会这样 啊我好团用的三眼皮 嗯 三眼皮 很好看 你怎么都很好看 三眼皮 我一个眼皮 哈哈哈哈 哈哈 单单不叫没有 你不是零眼皮 是单眼皮 哈哈哈 我不是一个眼皮吗 一个眼皮 就是没有眼皮 就是单眼皮吗 啊 单眼皮就是一个眼皮 不是没有眼皮 啊啊 我那双我赚一点五万 范范真的 他们有点太慢了吧 他可能不敢开快 什么出口处啊 能不能慢点 哪个是我们的车 对啊 已经不见了啊 这怎么这怎么办 走往这走往这走 往那吗对 那边没车 就往前吗 就往前吗 是这样吗 怎么办 我开个定位呢 问一问问一问 让他们停一停 我打电话给七夕 对你问一问 是哪个出口处的 我掉个头 直接给目的地我们导航得了 对啊对啊 哈哈 什么犯法更丢了 啊 等一下 这不是犯法也得更丢了 等一下再慢点慢点 你先你不要开太快 我给他共享一下实时位置 我们开太快没有用啊 我得跟着前面走 喂 你们哪个出口处的 我没跟上 我 我给你开那个 我们开共享 开共享位置 开共享位置 我们开着共享 ok ok 帮我看看怎么看 呃 呃这是在哪里啊 我不会看 别管了我录齿 我不会看地图 让他一直开着共享位置 我跟着他 ok 然后让他们稍微开慢一点 嗯 那时候车太多了 都别着了 他们找不到我们了 让我们开定位 啊 太搞笑了 啊怎么了 有有人丢了 看看他们呀 超搞笑 走丢了 别太搞笑 超搞笑 我们两个搞得太过分了 这波有点搞笑 我别太好笑了你 太快了 太快了 到时候他们就说行不行啊 小凡 开车跟都跟不上 哈哈 跟车其实挺难的 是啊 哈哈哈哈 鲁鲁鲁他们也丢了 哈哈 啊 他说他们红绿灯被甩掉了 超搞笑 走丢了别太搞笑 哈哈哈哈 那我们就跟着pico的共享位置 就行 哎昨天据搞笑 他们三个洛洛和张张 还有那个小葛出去玩的吗 嗯 然后 然后小葛就 就就你们三个不是拍张合影吗 嗯 小葛小葛就就把他和张张截出来 我扔 我扔了扔Q了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然后然后张张眼睛还没有看他 你知道吧 他说就在看他 张张在看他给我们看 说他和张张的合影 然后然后一打开就是你们三个 我笑的 我真的有点生气了 我离开这个地方了 你跟他发笔记吧 我说不得好 哎 他们 我给他们俩拍了那么多合照 还这么对我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知不知道我在那干嘛 我昨天一天给他们解答感情问题 哦 然后 然后给他们来拍合照 嗯 嗯 很懂你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很懂你 很像我第一天来承担感觉 我真的穿Q了 没有吧 你在这里认识了我 算了 我这边还有很多他们很好看合照 我不准备给他 对别方便把删掉得了 对了真的太过分了 受不了了 太过分 范范已经不知道他们去哪了 哈哈哈 我们也没开很快吧 没有啊 范范可能开他只有八九十吧 我不知道 范范范可能开八九十 说也被人骂了他我跟你讲 哈哈哈 开八九十在这块开 后面成为第一 风景不错啊 风景不错啊 风景不错啊真的不错 风景不错 这个这个湖好好看 嗯 风景挺好的 你赶紧开车 你开车吧你开车吧 我们说话 哦每次我爸在我旁边 我开车的时候 是吧你 我爸跟我说你不要这样开 你不要那样开 你开慢一点 我很烦呢 我每次我爸坐我车我就 油门踩死了看 有一次我妈开车的时候 我妈我妈跟我说的 我我妈在那边练车 那我爸坐副驾驶啊 那在隧道里 然后我爸很怕他碰到了旁边的栏杆 啊啊 我出去看一点我出去看一点 然后过了那个隧道之后 我妈直接车一停跳下来 你来开啊哈哈哈 哎真的这是我是我会干出来的事情 我也会干出来我跟你说 你来看我不开了 我真的会干出来 真的很有意思 我说是什么声音呢 我感觉我睡觉的时候 这个车一直在变道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可是遵守规则 每次都打针了 现在海拔低了好多 低现在是一千九 我们之前是多少 两千三还是两千四 这边要比丽江要低耶 大理 大理是不是比丽江暖和一点 嗯对 哎他有什么尔海什么的就还挺舒服的啊 可是尔海那边有鸟 对 恐鸟了 恐鸟 就是因为那边有那个时候我之前一直没敢去 你看到鸟就会害怕还是说你不能摸 会怕看到有 小麻雀你会怕吗 会 真的吗 我 坐上这个车就就让我会想我们的小车车 他的命运到底怎么样了 你们你们昨天就应该把那辆车开回来我跟你说 其实问了那个老板说他想要 哈哈哈他想要啊 那个那个人真的很厉害呀而且啊 对他是什么老师啊就算 艺术方面的老师 对搞艺术的 他那个他那个办的那个荒野之国是吧 好多明星去打卡对 真的很酷 我有感觉是那种就我第一次去那那样类型的一个地方 太酷 对他的招牌就是用的哈尔的移动称号 现实感 可能现在停在他的工厂里面 他正在修 正在完善 然后到他就把他血藏起来了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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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